14号台中小拳真的咬得了吗 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主持人先看迹象 请想看主持人先 昨天晚上也就是17号 增长了两个D 一个是96W 另外一个是97W 首先我们讲这个97W离我们最近 在中心126度 北北大概20度的地方 这边离这个菲律宾大概500公里 但是它的情况不是很好 虽然EC系统一色这里会形成一个低压状态 也是个热爱劳动 事实上也真的生成了 但是要形成台风 还是要考虑一下 这边的太平洋高压可不肯答应了 我们看看它周围都是太平洋高压 围绕着它 而且这个97W 它的中心气压值是10900% 中心时速30 而且是往西洋往下接近菲律宾 所以会越来越惨 所以这个97可能在未来几天 甚至到明天过后就完全看不到了 但是在关岛东方海面 2000公里的地方 昨天晚上也形成一个96W 这个是比较遥远的 它现在是来到中间啊 160度 背部才6度 中心压值是1米前的0900% 中心速度也是30 不过 从它移序看起来 它已经比较多啦 而且它附近环流比较多 它走的方向也是偏向西方啦 然后我们从这个 益色5上面可以看起来 它这边旋转的方向是靠西 跟这个97W一样是靠西边走的 但是它潜伏在这个下面 直接接近到这个 四大附近呢 这边的上升汽油比较好 而且环境比较适合 一般益色这个会慢慢挖展起来啊 目前是走七洋方向 后来它会慢慢转向东北方向 而且绕向日本去啊 虽然EC系统认为的 比这里比较纤维一点 没有生成这个 热带地区的那个可能啦 但是GFS认为 它这个 比较有可能形成热带地区啊 甚至 直接这种慢慢升级起来 升级为台风系统 就是 14号台风 这个 小泉啦 所以我们还密细来锁定 这一个 96W 是不是在未来几天啊 在9月25、26日之后 那里会产生 比较强烈的 热带风暴 甚至 直接升级 14号台风 小泉 前期收藏 主席已经开启了 去向台湾主持人心啦 拜拜 欢迎点赞 评论关关舞台 来到 求欣欣 好吗 咱们 有 帮助 帮助